他知道是要骗你啊 拿到钱他就跑了啊 他是日荷兰 在荷兰 每个都跟我讲美国居官在伊朗啊 哈喽猜电影学说故事 我是薛丽令 现在诈骗无所不在 也无所不用其极 从爱情电话诈骗 网路投资诈骗 传直销信仰恋财等 到新型的加密货币 及AI身为诈骗 为什么诈骗会如此猖狂 总是抓不完又防不了呢 这部一百年前的电影 已经告诉我们了 今天马布斯博士又拿出他的小卡 选择要以什么身份出门行骗 马布斯之所以被称为博士 使他精通心理学 催眠术 易容术 赌术 等 被他用来不务正业的专长 今天他伪装成了上流绅士 要来收割一场 他精心策划的股市交易 马布斯博士的手下 窃取了国际公司的商业合约 国际合约的失窃 大大打击股市 股价下跌 股民恐慌便纷纷抛售股票 一片哀鸿中 上流绅士马布斯杀出了一条路 他以低价买进所有抛售的股票 没过多久 及时新闻报道 被盗的合约找到了 完好无损 股价马上蹭蹭蹭地恢复上扬 股民们又开始疯狂买进 在接近尾盘时 上流绅士马布斯一口气卖了所有的股票 从中赚进了巨额的利润 而这只是马布斯博士诈骗手法中的其中一种 接着富二代赫尔成为了他下一个目标 好客的富二代带着马布斯博士来到绅士俱乐部 却不知道马布斯有着过人的催眠术 马布斯用力睁着不怎么好看的双眼 盯着盯着就能把富二代催眠 而赢了一大把钱 马布斯也一直利用舞女卡罗扎的美社 诱惑富二代与他交往 以便为马布斯提供有钱人之间的关系线索 检察官温克注意到了这一系列的诈骗事件 他认为是赌徒团伙所为 便乔装成赌客潜入赌场 正乔他一桌坐到了马布斯这一桌 他们谁也不认识谁 但乔装成一头乱法的赌徒马布斯 看到新加入的赌客拿出一叠叠的赌金 便再次使出他过人的催眠术 他拿着一副眼镜念着咒语 试着要催眠眼前的赌客 但检察官可不是好糊弄的 他意志坚定 马上从迷糊中恢复了理智 但马布斯早已发现不妙而逃之夭夭 检察官居然早上门了 马布斯这才知道富二代 也正在协助检方寻找诈骗集团的首脑 既然如此 马布斯决定来个正面突破 他必用舞女 约出富二代及检察官到新开的赌场来看看 是否能抓到首脑 骗他们到赌场 其实是涉及要除掉他们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检察官联系警察 突袭赌场 想来个瓮中捉鳖 舞女间情势混乱 只能带着富二代与他无辜的朋友 从后门逃出 而在后门等待多时的手下跳出 一刀解决了富二代 逃跑的舞女 则当场被警察逮个正着 在各样的审讯中 舞女什么都不说 原来她深爱着马布斯 与此同时 马布斯却爱上了另一个女人 马布斯用她高超了艺容术 伪装成心理学博士 参加了一场上流社会的通灵活动时 认识了有夫之妇托尔德伯爵夫人 马布斯便开始处心积虑 要解决掉她的老公托尔德伯爵 通灵活动后 伯爵邀大家到她的庄园做客 同时弯弯排赌赌博 但在赌桌上 伯爵却出老千 使得宾客们各个气愤离席 殊不知 这也是马布斯的催眠诡计 而她也趁乱将伯爵夫人掳走 伯爵不仅名誉扫地 老婆还失踪 搞得她得了忧郁症 好巧不巧 马布斯的另一个伪装身份 是精神科医师 伯爵特地找她治疗 结果越治越糟 马布斯以忧郁症患者 不得接触外界 以免心烦气躁为由 将伯爵孤立在庄园里 而伯爵开始出现了幻觉 同时监狱里 武女再次被检察官审讯 马布斯担心武女背叛她 便令手下偷偷将毒药 带进牢房 要她以死明治 而武女还真的喝下了毒药 表达她对马布斯的真心 另一个手下的任务是 冒充电弓 前进检察局 引爆炸药解决检察官 还好检察官没有受伤 幸运躲过一劫 可是当场被抓的性刑犯 就没这么好运了 被逮捕的过程中 就遭马布斯安排的狙击手解决了 因为在对方手上多留一个火口 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威胁 一连串的事件过后 马布斯打算要带伯爵夫人 一起离开小镇 但伯爵夫人不愿意 这真的激怒了马布斯 她将对伯爵夫人的愤怒 转向了伯爵 她鼓动怂恿 精神已经崩溃的伯爵群 在她忧郁的心情上火上浇油 使得伯爵最终抑郁寻短 检察官一直找不到证据 在调查伯爵死因时 怀疑起伯爵的精神科医师马布斯 要抓自己的人就在面前 但马布斯还是脸不红气不喘 泰然自若地说出自己的判断 伯爵是受到了别人的催眠 控制了他的思想意志而寻短的 便说最近要在剧院公开的 维尔特曼的实验 就是展示心灵感应 与集体催眠的一场实验 一边马布斯继续易容 伪装成他的虚拟角色 催眠大师维尔特曼 另一边检察官为了调查案情 也安排布置而计划 一场叠对叠的游戏正式开始 台上马布斯乔版的催眠大师 正透过魔术手法 一群中东人穿越到了现场 一步步让观众相信他有超能力 接着他的目的就是 催眠清零现场的检察官 终于检察官陷入恍惚的状态 按照催眠大师的指示 离开会堂 上车 开向郊野 开向悬崖 还好检察官的手下 及时拉住了他 检察官回神后 想起之前在赌场被催眠的记忆 试破这一切都是马布斯的阴谋 自称是上流绅士 赌徒 心理学博士 精神科医师 催眠大师 马布斯就是这一系列诈骗犯罪的首脑 他们找到马布斯窝藏的机房 一阵枪战后 机房被击溃 马布斯的手下们被抓 伯爵夫人被救出 马布斯透过下水道 逃到了他专门制造假币的水房 但出去的门打不开 因为这也是他的命令 门不能从里面打开 以防止猪仔逃跑 所以他被自己困在了这 阴森的工厂 马布斯看见了之前被他杀害的 手下们的鬼魂 向他索命 终于检察官巡献找到了水房 闯入逮捕马布斯时 他已被自己的罪恶反噬了 这是1922年的德国电影 赌徒马布斯博士 导演弗里斯郎用影像故事 反映了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 德国柏林 百废待举 无止境的通货膨胀 名不聊生的当下 有不孝者玩弄人性的软弱 进行偷拐抢片的犯罪 电影中多处使用了 叠化拍摄的效果 现在我们是习以为常地 用绿布拍摄合成到实景中 但在1922年 只能将胶片倒带到 鬼魂要出现的地方 反复曝光拍摄到原始的胶片上 这种做法很费时费钱 但却是电影技术 与影像叙事上很大的突破 电影本身就是场魔术秀 透过导演的拍摄手法 带我们看到意想不到的世界 所以大家对史上第一部 诈骗电影的感受是什么呢 请留言与我们分享哦 今天的影片告一段落 喜欢的朋友请按赞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影片见 Bye